Hello 大家好 我是Handy哥 我是Yan 公子和壽亭 我們現在準備回香港 美食展了 我們就參展 我們就提券出席 壽亭都說要見家長 Yan說要拍一個他版本的Flog 這個是我視覺的Flog Yan的Flog應該會像這部影片 但是會不會拍到他們見家長 我不知道 其實我媽媽說明天會 但我沒有跟她說 話說我們前兩天 看到壽亭的故事有個很棒的東西 根本是英堂 我們現在就去采訪一下壽亭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問號 是 這是什麼意思嗎 他要幫我做那個飯 我覺得很貼心 所以是絕對結婚 對 絕對結婚 我都不明白 什麼意思 我都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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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做有飯都可以處理 還有他前面我拍的 全部都是他做的 他真的那個 實力進步很多 比我還要好 我覺得 你還沒有說 因為他還要玩帥 很難為人 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 他這件衣服 是2010年的衣服 是澳門嗎 揚馬開張 對 我以前是真的這麼這麼高 fruits 我外面會看 어떻的 日本還要賣 台灣人有勝貌 對啊 60年 今天給我 台北 disturbance 剪完頭髮,是這個Handsome Plast Shirt 那個人叫Henry,是八德新街55號的那間Handsome Plast Shirt 我覺得它飛得很好 今天剪了380元,又洗頭 不是廣告,我真心不太推薦它 挺有心機的 我們現在就check in,在Hopper Grand,Hong Kong 這裡好像泡台山 然後check in完就要馬上去美食展開館 很餓 而且我今天還在House 你有沒有來過美食節呢? 其實真的沒有 人生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 我對美食展的概念就是以前那個龍蝦那個 那個東西壞了啊那個,我也是 但我爸媽一聽到美食展就說 我們出去逛逛 因為是他們拍拖的活動 挺有趣的 真的有很多東西 送一片給你 不要客氣 可以當10元用了,送一片給你 對,不要客氣 做事的 不專門 觀眾送了一些糖給我們 現在秀庭去了類似 不斷堆 好嗎? 好嗎? Hello,今天我們是第一天在香港 剛剛我們做完,我們要做的事 然後回到酒店 現在有一個介紹給大家 就是我睡覺之前 在吃這個 一定入眠 這是日本製的產品 這個有什麼用呢? 其實就是有助理睡眠 為什麼我這次會戴著呢? 就是因為 公子在三寶床 不是自己的床 他睡得不淋,很難睡得住 其實我本人一直都有睡眠的問題 我會不會很難入睡? 我不會,因為我會用了飲酒來解決一個問題 但是我會很早醒 我是永遠的鬧鐘未響我就會醒 這個是真實的 另外就是我非常容易醒 風吹雨打 或者公子躲躲躲 我也是會醒 我非常容易醒 另外就是我有日間疲倦這個問題 就是我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我會很睏 這個就是無論我多早睡也好 我怎樣也好 我有沒有喝酒也好 我都有這個問題 其實這些東西 都可以定義為10年 食安眠藥和鎮定劑 我是試過的 不是脆水 我真的有過這樣的習慣 如果吃安眠藥 其實大家都知道 吃完之後 第二天的嘴是很苦的 你吃什麼東西都是苦的 而鎮定劑的話 你吃完第二天其實是非常累的 沒有精神器 而這一種就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是那一類的產品 由於它不是這一類的藥品 它是可以幫助你快速入面 深層上 和減低你晚上起床的問題 這個呢 我吃了一個星期 但在我的角度下 很明顯是幫助 我不需要喝到之前的量的酒 我都可以去到一覺睡天亮 不會很容易醒的狀態 但其實我以前 喝到那個量 我是可以一覺睡天亮 都好 我中途要起床的 因為我喝很多才睡 它是跟我們之前賣的 那個舒暢感受 同一間公司來的 一定入面 那就是睡前半小時 吃兩顆就可以了 排走肝臟毒素 排走體內的重金屬 其實它的重點就是 睡覺自然吃兩顆 它真是最大的分別 上床很快睡得著 還有第二天是很精神的 你不覺得自己 前一晚吃過的任何東西 睡覺睡得好 你的身體自然好 你再吃完舒暢感受 你所有的東西調理得好 你個人一定是舒舒服服的 最重要是排便通順 排便好 然後你睡覺質素好 你個人其實也會開心些 你也不會這麼抑鬱 你也不會這麼大壓力 這件事好 其實真的差好遠 我現在就敷面膜 然後就睡覺 大家就知道我去完韓國了 這個韓國的男裝膜 這個不是廣告 但我自己覺得很棒 因為我的臉其實蠻大的 如果大家看到那個真人 因為我高 我自然所有東西都比較巨型 巨型一點 我用這些女裝面膜 就敷不了整個臉 這個呢 它又敷得我整個臉 香港的天氣 真的令我很鼻敏感 然後我臉很油 也很乾 真的要帶一些護膚品 現在就睡覺 養足精神 明天第一天 on show 去這個美食展 就跟大家見面 希望多人來 我也怕沒有人來 其實有點尷尬 唉 我也有點擔心 還有明天呢 Yang的家人都會來 會和秀婷第一次見面 那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想說其實這一部分 是沒有說我一定要拍的 但我又真的很想 表達我這個真實感受 給大家知道 老實說 我會展這幾天 我是非常非常累的 站了很久 就是站了整天這樣 但是呢 說真的 說真的 真的見過石堅 我吃了這個 我是沒有覺得身體累的 精神上我都沒有覺得累的 它真的給我深層睡眠的感受 它是建議睡前半小時吃的 事實我都是跟著它的指引 我在半個小時前吃了這粒東西 我今天繼續玩電話 然後半個小時後 睡意突然開得很大 但是只要你不想事情 你閉上眼睛 你很快就會有一種 進去一個耳空間的感覺 你是感覺到 你是在休息的心情 我是很推薦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也有說 安眠藥真靈劑 其實是會 越吃越多有依賴性的 而且它們也有副作用的 而這個呢 老實說 我現在吃過大約一個星期 我也沒有覺得有任何副作用 也不覺得我不吃它 是不行的 我不吃它我就睡不到 我沒有這個感覺 不過它是可以令我 減少到喝兩罐啤酒 都可以一覺睡天亮 是很厲害的 真的很厲害 因為要一覺睡天亮 我喝的量是說 很濃的威士忌梳打 我要喝大約一公升左右 我才可以睡得一覺睡天亮 但是我第二天 是會有一點縮罪的感覺 那這些說話 沒有人要求過我說的 我是真實感受和大家說的 那失眠是有很多 心理和心理因素的 那心理因素呢 那就是可能 大家常常都會忽略的 身體積存了的毒素 那好像我這樣 喝酒多 或者是肝臟不好 那肝臟就是主要的排毒器官 那如果你毒素積聚太多的話 你會影響你正常吸收營養 那就會導致你神經衰弱 這些就是會 你的人變很敏感 難以入眠 這些失眠的因素 的成因 另外除了毒素之外 其實大家吃海鮮 喝些罐裝飲品 甚至麥皮菜心米等等 你也有機會吸收到重金屬 那重金屬就會積聚在你大腦 腎臟等等的器官 那就會慢慢損害你身體正常的功能 要排走這些重金屬 就要靠它裡面擁有的成份 小球醋 那思想感受和一丁裡面 是同一間品牌的產品 你問我是不是完全完全 一輩子都不會肚痛呢 那我覺得就不是的 但是以我個人來說 我改善了很多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job的時候 他有問我們有沒有什麼身體上的煩惱 那所以他知道我有失眠的問題 然後我亦遇到腸胃的問題 那這次就促成了這個一定裡面的介紹 其實他沒有說我們要接的 你用完之後 你覺得值得介紹給觀眾這樣做 那我是真心覺得值得介紹 兩個我都是推薦大家的 因為其實它也不是一個很貴的產品 那它也不是藥物 它是一些補充品 那我也是覺得它是一個值得推薦的 那最重要就是 就是它是日本製 那我本人就對於日本製的產品是很信賴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影片簡介就會有這個專屬連結 那麽NATO TV的觀眾也會有專屬的優惠 有興趣的酒 影片簡介只信賴 還有我喝醉酒 另外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鼻汗會很大聲 然後宮廷也會變得睡不著 那這個我喝少很多酒 那鼻汗聲也解決了很多 那我們現在就去匯展 因為我們的酒店是不共 我們去會場都是Uber 五、六十元 那如果我們又要走回拍台山 然後又會轉站 我又沒去過 那我走的時候也沒有會轉站 應該知道怎樣轉車 但我不是很肯定的路 而且現在真的很熱 我不想它有融化妝 然後我的頭又黏黏黏 才去到 那一路到Uber 但是它又說想坐丁丁 我們今天完結後 就要坐丁丁 像阿托一樣 還有一隻行李箱 完結後要放回酒店才能出回來 唉 急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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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 今天就找到酒店附近 蜜蜜幾就有這間 現在吃到水餃蜜粗 雲吞麵 雞腩 很想吃雞腩 好好吃雞腩 雅雲吞 還有一個茶牆 三九歲 好貴 好貴好吃 但是沒有吃 但是好吃 但是好吃 好貴但是好吃 嗯 OK 是很好吃的 但是我們經常沒有吃過東西 現在真的超餓 好貴 Yang爸爸 新母仔第一次見 怎樣?今天 OK OK 開心嗎? 開心嗎? 是 是 認可認可 是嗎? 真的嗎? 很精彩 好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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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段了 謝謝 好拜拜 謝謝 拜拜 拜拜 戴著皮革眼鏡 真的很慘 我買了看書的那個 因為剪頭髮 你要什麼都要看 紙頭髮 非常有 變成剪頭髮很難看 謝謝 謝謝 早晨我們還有四小時 我們現在回到大阪 我人生第一次坐基鐵 記錄低這個MOMA 因為我們在達國 可以預先在基鐵站 搞check-in 我們就check-in 放在行李 記了倉後 就在IFC吃個午餐 Yes 可以了 Yes 飲茶 他每次來都是想飲茶 而且他很喜歡吃這個排骨 我很喜歡吃這個鳳爪 還有其他東西 不要餓 先吃東西 好嫩 我覺得他蒸得很漂亮 他還要沒有公子很害怕的豆豉 這個真的做得不錯 好嫩 好嫩 我覺得他蒸得很漂亮 他還要沒有公子很害怕的豆豉 這個真的做得不錯 好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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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好開心 好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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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坐這個機場 燈都滿硬 滿實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